你最后发现不是遗传能回答的 不是学校教育能回答的 能回答的问题是什么 六岁之前爸妈没自己带孩子 就这么讲 所以我讲这些问题让我们要知道 心理当中的就是它为什么研究人的问题所在 这个话呢说大可大说小说小 其实我这个话可能跟我们交通的这个管理不太有关 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要明白一点 人是有关键期的 在他关键期之内 我们应该怎样来对待人生 每个人都会做父母 我们每个人都有孩子六岁之前的时候 所以我们身边只要这个同志 他的孩子在六岁以下 我们周围人多干一点 把下班的赋予时间留给他 让他下班赶快回家 然后呢这个如果孩子大了上学了 白天省心了你就多坐一会儿 当孩子小的时候 我们从领导到周围的同事 应该有一个默契 对这样的这个我们叫有压力的人 因为他不仅工作压力 而且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当然我在讲这个情感依恋是人性的七点 我还接着往下讲 大家知道他不光是人性的内容 他还是所有心理问题的七点 他可以决定很多的东西 我跟大家讲他决定人的 包括人的这些暴脾气 这个还决定人的言语 决定人的社会性 决定人的认知方式 甚至决定人后边变不变大 我来讲讲这个过程 你会发现 抚养它有不同的方式 有的家庭条件好 生活忧郁 他不光爸爸妈妈抚养 还有爷爷奶奶可以一起来住 因为房子大忙 然后他还可以有钱 还可以请个保姆 所以这个家庭是一个人员 人丁兴旺 那孩子会有一个什么状态呢 除了妈妈抚养他之外 还有奶奶还有爷爷还有保姆 当他一哭的时候 马上就会有人过来 他只要一醒了一哭喊 妈妈过不来奶奶来了 奶奶过不来保姆来了 不光保姆来了 爷爷来了爸爸也来了 于是这个孩子只要一睁眼 眼前就有脸不止一个 耳边有声 他们直接也在说谎 对吗 这个眼观六落耳听八方 所以这个孩子受了苦 因为他一哭一定会把他抱起来 抱起来那我们知道 孩子因为不能翻身了 所以他立起来以后 他血液就舒服了 然后哥儿也出来了 对吗 相反家里还有一种关系 就是人场 就是爸爸妈妈 老家都不在这儿 就俩口子 俩口子 爸爸上班去了 妈妈一人照顾 那妈妈一人照顾 为什么状态呢 妈妈有时候要上个厕所 妈妈有时候要到厨房做个饭 这时候宝宝醒了开始哭 妈妈过来弄一会儿 马上要过去 这时候他就会委屈他一点 所以这是一对一的模式 而且只有妈妈一个人 只有妈妈跟他说话 他看不到别人的脸 听不到别人的声音 也听到他与此的说话 第三种情况是什么 那就多了 有的是直接交给保姆带来 有的是送到幼儿园 送到幼儿园是为什么情况呢 一个阿姨开好多孩子 那么这些不同的模式 我举个例子就是 孩子换尿布 你看妈妈得换和幼儿园的阿姨换 不一样 为什么 妈妈一对一 她就算自己一个保证 她的任务就是看她 所以她要做这个事情一定很认真 只要孩子拉了大便 她一定要准备充分 有热水 有尿布 有肺子损 卫生纸 妈妈过来给孩子换的时候 一定是爱与绵绵 虽然她听不懂 妈妈的嘴一定不显得 宝宝啊 你怎么睡醒了 哎呦你拉臭臭了 哎呀你怎么这么多呀 你好臭啊 她一边折腾一边有话 而且动作很温柔 洗完以后吧 总觉得还没干 她不会马上把掉锅子给点上去 所以她一定要抱起来玩一会 玩的孩子很快乐 拉完水又被洗干了 又吃饱了 所以妈妈这过程是很温馨的 当孩子差不多了 她不在辈子很包好搁下 她就哄得差不多的才放下 然后再去收拾这些东西 那么这个过程是很温馨的 可是呢 你要在幼稚园会是什么情况呢 大家知道 一个阿姨她面对很多的孩子 同样是他们在 这个哭了 那可能也哭了 一把卫生纸一块照顾 过去接他以后就 请喊啊 你打开收拾 他们以后 扭着包好就走了 赶快换第二个车 她会有那么多晃乱不错 为什么 因为她说这个工作是任务 她每个孩子都唠叨 那还有别的孩子 在这儿哭等不然怎么办 因此我们会看到 在半岁左右 有爱的抚养和没有爱的抚养 差别在哪 差别在话语的多少 亲人越多话语越多 也就是说爱的越多 亲人越少话语越少 因此 爱的多少会决定一个人的话语多少 我常讲的例子就是孩子三岁领出来 我们都可以做一实验 不管咱们同事谁的宝宝出来 你走过去 你说叫我小朋友 你叫叔叔叫爷爷叫奶奶 你看他什么表情 拽着大人的手 如果他打着你 根本不在乎看你 然后张嘴爷爷奶奶 你不用问这个孩子 亲人带着你儿女上 还有的孩子领出来说你叫我 他那是什么表情 看你脑袋就笑 然后不叫再不看你 你说你叫我给你好吃的 他最多再看你 不要 那也不叫 结果大人没办法说 那你跟爷爷再见 跟叔叔再见 可以 他不张嘴 为什么不张嘴 这就我们学话语的人都知道 你耳边有声 嘴里才出声 耳边没声 嘴里是不出声 你声在哪儿就说什么 这个地方的话 所以他耳边声音多的孩子 一定爱说 耳边声音少的孩子 一定不说 就这么简单 那么你再看人的性质 凡是内向的 早年一定身边亲人少 凡是外向的早年一定身边 刚才我讲绝对脾气 什么叫脾气呢 有时候这孩子一哭 你就把他抱下来 抱起来他就不哭了 你抖一抖拍一拍 还会在你怀里 挺高兴 还有一种情况 我刚才讲的没人啊 哭就哭去吧 人在炕上 像有些农家妇女 全家都外出打风了 妈妈一个人在家 他还在管门口一抹二增地 他为奶奶 把孩子往炕上一放 带好了 挡好了 出去上火去了 这孩子醒来以后 哇哇哗哭的哭啊 一哭就半个小时没人管 哭半个小时会怎么样 哭半个小时他会抽搐啊 会这样 呼吸都会影响 他问题是他天天这样 他是不是天天得哭啊 他每天哭上半个小时 这孩子会出现什么毛病 第一嗓门大 哈哈哈哈的哭 第二 他的胸腔紧 因为他哭的时候 他一定会抽出 那么这种情况 久而久之我们知道 神经系统三个月以上 就可以形成动力病情 也就是记忆了 那么他早年这样的抚养 他的记忆很好 记忆好了以后怎么样 到成年 只要你一句话 你一个眼神 刚才我说到开车 你抢我的道 我一生气 我心力一发紧 怎么样 他一定要吼住 所以有些人说 我这暴脾气 我按摸住自己 我要不吼出来 我就得崩 对吧 我告诉你 凡人这种人 都是早年被亏败过的 也就是一岁之内哭喊 没人管的 相反你一岁之内哭喊 就有人过来抱的人 你会发现他的性情温和 有时候我们接触一些人 你会发现这人温文而言 从来不停 绝对的一个卢将 那么这种人 应该说他早年一定家境良好 这事我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 就大家都知道 这两位将军 一个是卢将刘国成 一个是我们彭大将军 两个人的脾气大家都知道 用我这个解释 就知道他们俩谁家境好 所以我们研究心理可以 就知道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看似是现在的问题 实际上可以源到那个时候 因此我们有很多领导很发愁啊 说我这个人怎么办啊 我们现在只有这个办法 第一 在入警的时候进行一个测量 把有严重人格问题的 要筛在之外 当然我们还好一点 你向部队射枪 你向刑警射枪 我前两天去我们另外一个机关 我就跟他们讲一个问题 我说入警一定要有一个测量 至少把精神内的问题 把这个心理人格内的问题 一定要排在之外 不能让他干这一把 这是第一点 第二进来以后我们再修养 进来以后修养呢 年龄越小越好修养 比如像部队呢 我们招兵十七八岁 我们那儿有一句话 叫部队是个大拢领 到这儿以后很多都变好了 比如在家里都管不了 到部队后来变成很优秀的战士 我后来跟他们开玩笑 我有一前提 你这兵年都必须小 你要二十八岁再招来 你改造一世 人肯定改造一世 所以这个让我们知道一个人的知识 那么这个知识呢 今天给大家讲就是 至少我们应该回问好来 怎么看自己的孩子 怎么去教育 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这个问题我想不敢讲太多 但是呢大家可能还会关注 如果有兴趣呢 可以到新浪上 我有一个博客 我认为实名 我其中有一个栏目叫 心理俘养 讲的就是情感言语社会性认知 我在这里刚才解释一个情感决定言语 那在库方下很简单 就是言语会影响到社会性 什么叫社会性 就是愿不愿意融入社会 和人接触 凡是言语好的一定容易 言语不好的就不容易 那么这个还决定认知是什么呢 你会发现 他跟人打交道特别热心的人 他的关注点在人身上 往往学习呢 可能人们学科还行 理科就差点 这个理科好的往往都是安静性 这个所以我讲 俯养方式它不仅仅决定人的一些脾气和性格 它还会决定到人的一些思维的方式 你看有些人吧 这个他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善解人意 那么这种我们一般讲 他做领导特别有 就特别合适 那有些人呢 他就很熟 也就是说 他很固执 他很坚实 然后注意力稳定 不轻易改变 那么这种人一般是学技术性能力最好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人的心理发展 它都是有路径的 那么再往下就是观念和性格 在这里呢 我想再讲一下性格 因为我们有时候讲到这个人的心理问题 在生活当中除了情感决定人性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性格 因为有一句话叫性格决定命运 这个性格怎么决定命运 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人吧 他自己觉得他已经很努力了 但是他组织的不被周围人接受 他不被周围人接受 他会苦恼 我们知道像有些攻击性的犯罪 就是伤害别人 他前提的原文都是认为别人伤害了他 我们有时候做心理咨询 也会发现一类现象 就有些人他跟你诉苦的时候 他会说我们领导怎么怎么样 我的同事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们家人怎么怎么样 就像刚才我提到的那个犯罪案件 李北 他杀害一家六口 他回答警察就是为什么的时候 他回答这个话 父母对我管教太严 妻子争强好胜 其实这句话就听出来 他本人有严重的性格问题 为什么 因为父母和妻子他都有问题 而且都对他不好 你这里看到有什么问题 没听说过爸爸妈妈跟儿媳妇联合起来对付儿子 也没有听说过媳妇跟公共婆婆联合起来对付丈夫 所以用他的话 爸爸妈妈这个妻子 那就是别人都不好 那说明什么 说明他自身有严重的性格问题 包括刚才我讲我们这个凯莎孩子的案件 第一起发生在佛建南平 这个人叫郑明生 案件发生之后 网上有很多专家说话 说这是社会矛盾平均加剧中导致的结果 我个人不同意这个观点 你真正研究这个案件 你会发现什么 他的最大的问题是性格 他的性格表现在哪呢 他自我认知不准 我们知道这个自我认知 是跟人互相接触过程当中的一个对自我的一个判断 这个判断如果错误的话 人家会很痛苦的 比如说他在一个卫生站工作 我们很多人到那儿去看病了以后 我们知道从礼貌上 从一般交往的规则上 只要你看完了 你都要给人一个感谢 对吧 所以我会说哎呀您这医术真好 您看您给我开了要吃就好了 这种话包括有的时候我自己有这种情况 就是你比如说人家会夸你说 哎呀您长得真年轻 你不要真以为自己年轻 人家可能就是鼓励你 或者是一个没话找话 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交往经常会这样 我以前我也不太懂 现在慢慢知道了 就是在交往过程当中 我们彼此的一种肯定 有时也是一个 一个就是我们叫应酬和客套 那么这个证明说他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他就会觉得自己的医术真的很好 后来他做了一个什么事呢 他自己把卫生站的工作辞掉了 他觉得他应该到大医院去 结果当他辞掉以后他找了三四家医员 都不料了 这是他遇到的第一个挫折 第二个挫折是什么 他看上一个女性 他觉得这个女性应该喜欢她 所以他开始向人发起这个追求 那么当他追求的时候 这女性开始拒绝 说我没那意思 然后他一而再再三 这个女性后来就很痛苦 然后呢 觉得跟他讲他听不懂 于是就找到了他的领导 说你能不能告诉他 我对他没有那意思 让他不要再找我 于是领导就找到证明上跟他讲 你咋不懂啊 人家没那个意思 你不要老去找人家 结果他很生气 后来他自己在法庭上讲的话是这样的 就因为这两个人太坏了 我拿他们俩没有办法 所以我才想到去杀孩子 因为我要杀孩子 你们一定会问我为什么 我才可以告诉你们 因为他们俩太坏了 你说这个人 他是社会谋论问题吗 他是因为没有防护者 住起那什么 找不着对象去杀人 不是 我们很多捡坡坡的住在房子里 人家夫妻男朋友感觉很好 人家也不会去杀人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有些人他走投屋的原因在哪 在于他的性格问题 那么性格呢 包括我们同事之间相处 你也会发现 如果身边有一些性格好的同事 你会很快乐 如果你要遇到一些不好性格的人 你会很痛苦 有些人斤斤计较 有些人自私自闭 有的不负责任 什么事他都不负责任 有的好吃懒做 当然反过来是相反 有的人善解人意 有的人替人考虑 有的人先人后继 所以我们会觉得 在社会当中性格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那么我现在也谈谈性格的问题 什么是性格 性格呢 说简单一点 它是后天形成的社会行为方式 首先我要解释的是他的行为 他是行为 就是你表现于外的 表现于外我们有很多的行为 比如有的人做事很聪明 有的人做事很笨 做事聪明做事笨 他表现在哪 表现在效率上 所以一个人的效率好坏行为 他这个是人的什么呢 是他的能力行为 能力行为不叫社会 是他自己 自己有能力和没有能力 还有一种 我们会发现 这个人做事快 那个人做事慢 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呢 这也不是性格行为 这个我们叫气质行为 也就是他的神经系统的快慢的问题 那么什么叫社会 当一个人的行为 给别人有关的 比如说善良 比如宽容 我们说这个人特别善良 那我们听的人就明白了 他一定宁可少吃一口 都要给别人留下来 也就是说 他一定对别人好才叫善良 宽容也是这样 一个人不存在宽容 宽容是指 别人有些事对不住他了 他不计较 他不计恨 他不报复 所以这个人很宽容 那么我们知道 这些跟人有关的都是性格 这是第一点 社会的行为 第二呢 后天形成 心理当中有一部分东西是天先天 大后的遗传 还有一部分是后听 跟性格最相近的是我们说话的言语 大家都知道言语没有天生的 出生之后的小孩都是会说话 当台那一张嘴一定是当地话 比如我们湖南 昨天还讲湖南有些话确实我们很难懂 如果你就在这个地方长大 那你当这个第一句话一定是湖南味道的 那如果你在四川那就是川味 你在东北就是东北味道 你在法国就是法语 在美国就是美语 那么你会发现 言语形成后天 但是如果你过二十岁 可不可以学言语呢 可以 你过四十岁可不可以 可以 可是二十岁之后 四十岁之后 你学的东西只要三年读有 基本就能被你忘掉一个 甚至你都说不出来 可是你六年 六岁之内学了言语 你无论你说几种言语 你这个话只要听到你就听懂 一辈子不忘 那么我们就知道了 后天形成有关键期 那么性格就是这个 他也是非天生 但是取杰于造年 我在这讲一个案例 想说明什么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四少年杀人案件 这四个孩子呢 问题是人们不能理解 为什么杀人 他们爸爸妈妈齐全 没有吵闹的 没有离婚 没有有犯罪前科的 也没有一方早逝的 当他们的孩子犯罪以后 检察方不能理解 把他们的父亲叫到检察院质问他们 你们怎么把孩子叫一成这个样子 这个爸爸说我不是不管这个孩子我说过的我劝过的我打过的我骂过的我真的管过的可是我说过他不听我拿他没有办法 还有一个父亲说我管不了他他不是好动吗我就随着他给送到少林寺待了一年我没想到回来还是干了这个案子 那么这些父亲他的无奈就是教育当中的这种失败为什么 所以我们进了演播室当时主持人就问我我也见到这四个孩子我其中问其中一个孩子他们这四个有三个都不上学最大时期最小时五什么时候不上呢初一初二还有一个六年级那么也就是说十一二三岁我问他为什么不上学 孩子回答很简单上学没进我说什么有心的玩啊我说你大了怎么办没想过我进演播室我告诉他们十七八岁作案跟他们十一二岁辍学有关那么爸爸妈妈管了管不了为什么还有一个十一二岁为什么会辍学我找到的答案就两字任性任性是怎么来的 我说十一二岁辍学到十七八岁做案那么任性呢一定是六岁开始六岁到十一二岁辍学 问题是管不了在哪在于他管晚了 这关键的地方在这儿管晚了什么叫管晚了呢我跟他们讲六岁之前你不管十二岁之后你就管不了了 因为六岁之前你管他最多在地下给你打管十二岁之后你再管他可以拔腿离家出了他可以拔腿跟你跳楼自杀所以你到十二岁之后再管他他对付你的方法多了你根本拿他没办法 我们北京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老先生来找我还是一个老生生分子他结婚了要孩子了大概四十岁了才有了儿子现在也是五十多岁了儿子才十四五六岁了跟他犯什么劲呢天天要东西不给买就跟你闹要啊要手机一会儿要iPhone一会儿要iPhone5一会儿还要什么这个随身听 然后名牌自行车什么这个那的他爸爸就说了你现在把精力好好在学习上你不要天天地琢磨这些他说什么我们同学都有啊如果你不给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技能那我真的想跳楼子杀我现在本身就活着违禁我真的就想死那父亲到最后是搞不清他真假会不会跳下去然后买完以后过得上又要然后又要跳最后来找我问我怎么办我就摇摇脑袋我说你 你啊太宠了我说现在怎么办呢最有利的办法是你从四楼搬到一楼去我就跳下去了我还遇到一位老同志来问我说我这孩子二十多岁了这样不好好工作给他找了七八个工作也都是爸妈条件不错的找了七八个这孩子就不跟你好好干干了一半时间就不干了每个部分都没有干过一年的说现在吧天天还要钱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就慢慢熬吧 熬他过了五十五岁了扣开心就降低了就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对人的一个认识就是很多人他到了这一步他来问其实他缺的是什么他该做努力的时候没做等到问题显现了他做很多家长都发现孩子在十四五岁上不好管当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跟他们讲我十二岁之前什么表现是不是特可爱是我说小时候特别乖吧是 这现在就不是东西了我说是我说我告诉你他现在不是东西原于六岁之前六岁之前有一些什么问题呢就是性格问题性格问题呢刚才我讲了包括偏执也是性格问题我们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有些人特别偏执尤其当领导最怕遇到这种人他跟你偏执起来你真的头上 那么我在这些年吧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些人给我打电话告状因为我有时在今日说法出现他们会给我法律问题来咨询我一次接了一个电话给他问一拿起来就开始哇哇地说我就听着我就大概意思知道他有一个事告了八年没告成然后他现在还要告他想向我咨询法律的问题我最后给他的回答是这样的我说第一 第一这事我没调查我光听你一方之说我不能有任何表态第二如果你需要法律咨询我建议你在当地找一个律师我说那律师专门就干这个了可以随时给你提供各种法律咨询然后第三我说如果这事你已经到我这了我说我要对得住你的话我给你的建议他说好啊好啊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的建议我现在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这事到现在几年了八年了 我说你找了多少机关部门他说告诉我找了多少我说公安机关换没换领导换了我说换了几任三任我说现在你打算怎么做呢我说下一步是你自己的打算我只想告诉你你八年干一个事你都没干完还没干成人生有几个八年他在里头突然不说话我说你活八十岁就十个多然后十个你十分之一 你已经用在一件事上到现在还没干成然后再跑到你早年我说你还打算继续干下去吗我说你干下去一直干到死可能都干不上你这辈子这一件事都没做成你不觉得你这辈子很委屈吗后来我告诉他你不要揪住一件事不放你赶快放下来他后来在电话里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你这个建议我回去要好好考虑一下算过账来一辈子就十个八年 他已经一个八年用掉还没干成一件事了所以有的时候我讲性格上的问题是让人很就是有些人都不自知不自知往往会带来很多的麻烦因此我们如何让一个人有好的性格这个领导也有这个期望但我告诉领导咱们一方而言改变性格是很难的你只能因人而已适当地遏制 真正最好的改变是自我认知自我调整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从小教育所以我想大家今天听我的课有几个方面的用处后边我要讲修身养性是对自己的现在我讲这知识都是对您的后代的如果您有这知识你把孩子教育好你经过一定省心那么我刚才讲了三岁之前一定要亲自抚养自己养让他记住你当他记住你的时候后边就好你再管他就不恨你了你再管他就不恨你了 否则他会恨你了 那么这个后边怎么管呢 我建议在六岁之前还要做一个性格训练 那么我可以把六分成两个三 叫三岁之前有恩于他 三岁到六岁见威于他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恩威病师 那么有恩于他是基础 见威于他怎么见 那就是三岁开始对他说不行 怎么叫说不呢 孩子小的时候他都是哭声表达他所有的需求 可是他两三岁之后慢慢学说话 三岁左右基本都会说 当孩子会说而不说 他以哭的方式来表达的时候 你就要告诉他不行 因为他凡是哭就一定是闹的 他一旦闹的话那就是一种认性的出现 当他认性一出现你就要开始对他说不行 怎么说 就是你抓住他一件事情 他无论什么事跟你闹开了 一般就两个一个未吃一个未玩 只要他闹得不对 你就把他抱起来 抱起来因为他小啊 他哭的时候你把他抱起来 无论他闹在商场大街 还是到你的客厅门口 抱到哪里去呢 抱到一个封闭的卧室里去 卧室里没有什么伤害性的东西 这是第一点 第二呢 我建议管孩子一定要一对一 不要当着别人的视线 虽然家里人都在 但是不要让他看到别人的视线 这个事儿 妈妈可做 爸爸可做 爷爷可做 他说不要让他看到别人的 因为你在管他 他看别人的 你就分散了 不能这样做 所以一对一 这是第一个建议 第二 抱到房间里要做什么事情呢 叫四个不要做 就做一件事 第一不打 第二不骂 第三不再这时候讲道理 第四不要走开 不打不骂 这个好说 因为不给他一个不良的示范 关键为什么都要讲道理 他在哭 你在说话 你的声音给他 那叫求他 所以他会觉得你犯贱 他哭的时候你不要走开 不出声 无言自卑 然后呢 不走开是什么意思呢 一定要他看到你的态度 你走开了变成惩罚 单头紧闭了 没有意义 只造成恐惧 没有别的意义 别让他知道你是什么态度 你的态度是 你要哭就哭吧 你不对 我坐在这看着你 我不在乎 笑眯眯地看着 所以你就做一件事 你告诉他 你这样是不对的 你要闹就闹吧 然后你就坐下 一直不出声 笑眯眯地看着他 他会怎么样呢 他会先后要睁开三次眼 第一次哭的时候呢 他哭一会儿 说你没动静 于是他看看你在哪儿 一看就在跟前看着自己 他一定接着哭 接着哭半天 而且使劲哭 第二次哭得肯定特狠 然后哭得筋疲力静 心想你怎么还不理我呀 再睁眼这次就是起求了 然后你还是最神态 他再睁眼的时候 第三次睁眼 他就知道今天特别没用 一定要坚持 那么有个人说 我的孩子脾气大 他会脑袋撞到床上 然后我告诉你 他撞到床上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有任何动作 因为你一有动作 他会觉得这动作有效 他会以自缠的方式来对付你 所以当他磕到墙上 磕到床脚上 你都要坚持不过去 虽然心里 你可以出个声音 你说又撞那么醒啊 疼不疼 我告诉你啊 这是你自己决定啊 你要不疼你接着撞 因为是你自己决定的 他就明白了 你要真不过来 他一定不撞 他知道撞确实挺能的 关键你不过来 所以坚持到后来没声了 然后 其实这个 我们教育管理都是相冲的 有的时候真闹的时候 你不能往上答应 我们现在信号为什么有问题 就是一闹就答应 所以这就麻烦了 然后呢 这个孩子哭的时候 已经小的时候 他觉得已经没希望了 今天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太残忍了 对吧 他已经不打算哭了 这时候你可以起身出去 你走他会很意外 他不希望你走 然后你很快又回来了 干嘛呢 拿一块热毛巾粉 给他擦擦脸 这一擦 他心里觉得 哎呀还是爱我的 对吧 又回来了 然后把毛巾一放你再坐下 还空吗 要不接着服我等着你 他就知道了 你今天坚决不让你 他以后就知道了 只要他闹你 你内生态也出现了就不闹了 他知道闹到最后我没希望 这就叫三岁左右对他说不行 这是恶制人的韧性的表现 我们其实我认为 中国人现在有很多人很韧性 就是以闹我的方式来解释问题 小闹小解决 大闹大解决 原因在哪 原因小的时候 他爸妈没有对他说不行 爷爷奶奶没舍得对他说不行 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所以我讲心理解释 说小了就是教育 说大的就是社会的问题 第二 当他说不行之后 还都哭累了 他一定睡一觉 睡醒以后 我们这时 要把他单独递了过来 说咱俩谈一谈 刚才你闹的事 冷静下来好好谈 谈什么呢 下次你有什么想法 你不要闹 你好好的说 你说的时候 我一定好好听 我听完了 你说完了吧 我说你能不能好好听 你也要好好听 听完咱俩谁对 听谁 这就给他立第二个规矩了 叫有问题说出来 以沟通的方式来解决 然后还要说谁对 听谁 这就是建立社会行为的第二个模式 然后第三个模式 不能想干嘛就干嘛 有的时候 这个说是说了 天天跟你提要求 那你还有一个问题 你要告诉他 要求是要适可满足 那么当孩子三四岁左右 懂事了 你给他的玩具 不要轻易给他 带他去买玩具 让他自我选择 自我选择什么含义呢 领到商店看看一个玩具 你先让他看怎么玩 怎么回事 喜欢吗 喜欢 喜欢完了以后 你干嘛呢 你不要马下给他买 你把社会员叫过来 其实你早看见价钱 但你让社会员过了多少钱 社会员说这个价钱 你就告诉他 这玩意儿五十哎 他心想什么几十 你不是给我买吗 你要告诉他 你知道钱怎么来的吗 他不明白 你告诉他 你知道爸爸妈妈 为什么上班吗 爸爸妈妈上班 就是去挣钱的 哎 我们上三十天半 才开一次工资 一次工资 我们三千块钱 平均下来 咱们一天一百块钱 一天一百块钱的话 我们要点灯 要烧饭 要买菜 要买米 还要给你交托儿费 所以我们一个 一个星期是七百块钱 七百块钱呢 我要如果买这玩具 我带二十块钱 和那五十块钱 超出我的计划 这是第一个 告诉他 钱来之不易 第二呢 告诉他 但是这玩具 我看你很喜欢 是吧 他一定点点头 那么这样吧 咱们先把他放下留着 跟社会员说 咱们说好 妈妈这个星期上班 都给加价班 我加一次班 能拿十块钱 我加上三次班 就能拿到三十块钱 再加上二十块钱 咱们下周日来这买好不好 这叫什么 这叫延迟满足 不要马上给他满足 延迟满足 就是说 我又要给你买 又不马上给 这就好 这就什么事情 掉在这儿 掉在这儿回家以后 你就告诉他了 哎呦我上班好辛苦啊 妈妈上班可累了 我现在都已经不想动了 你过来把那鞋给我拿回来 你把地坨扫了 你能不能把你这个衣服点好 然后你能不能帮我 把这么什么事情做一做 然后再大一点 你就可以提要求了 你能不能把一幅画给我画好 上画一幅 下午画一幅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临摹给我写一写 一天写它两条 你完成了呢 准分 够了多少分钟呢 我们才能够满足一个要求 所以以后 你给他所有的 他喜欢的玩具 都要变成一个强化 那也就是说 通过你的努力 你才能够滚 而且最关键 有了这个延迟满足和强化的设计 你就可以对孩子提要求 你不把这个事情做完 你不把你手底也收拾干净 这个东西就不能够了 这很简单 这就是我们心理学讲的 行为的控制 那这是孩子小的时候 如果你就定立这样的规则 那很容易啊 因为你做游戏的方式 他就能接受了 所以 这就是我们早年给他立行为的规矩 也是定他的行为方式 然后再往后 还有一个问题 我当着你面管住了 我给你布置任务你完成了 那你能不能自己管理自己 我们叫自我管理 自我管理人是怎么管 他需要自我权衡 假如一个事有两个选择 我选择哪一个 这叫自我管理 所以我们做的孩子教育 可以放到五岁上下 五岁上下怎么做呢 星期一到星期五 孩子都在幼儿园 那么周六周日在家 你就用两天就可以做一个游戏的方式 周六的下午他睡醒觉 我们一般会给孩子点吃的 你可以有一天 准备出两份好吃的 然后拿到他跟前 你说我想给你做个游戏 他会等待着你说什么游戏 你说我看这两份吃的 你看到 为什么给你量你知道吗 你说我这个游戏是 我把周六和周日两份都交给你 由你自己决定怎么吃 你要如果今天是今天的 明天是明天的 明天下午吃的时候 我给你增加一份 好不好 但是如果你今天都吃掉了 明天没有吃明天的份 我就不能增加 好不好 他这时候心想 你只要赶快给我就行 你觉得行 好 你都给他 然后你走开 一般 有的孩子可能 我觉得能够分开第二天吃的不多 多数都是第一天 拿着手里慢慢就都吃掉了 吃完第二天 你一定拿给你那份找他 我给你准备了 你那份还在吗 他也没看到你摇摇脑的 等着你把这份给我 然后你说昨天说的 今天吃今天这份 我给这份 我给你准备了 但是你没有今天吃今天这份 所以我这份不能给你 于是扭头走开 他会怎么样 他会一下午没得吃啊 然后他很气愤 很气愤 因为你前天做过说不的训练 他知道那我是没用的 所以他不会顶得到 最多一下午我身心 不理你就是了 有这么一次以后 你再过一个月 再来这么一次 慢慢他就会知道 我要想得到明天那份 我今天一定要控制自己 所以这就叫性格方面的 自我克制力的训练 那么我们把这个东西 你要在孩子六岁之前 通过这样很简单的方式 来训练的话 这孩子会有什么样的特点 他会知道有事跟你好好说 不要闹 第二 他会以自己的努力 来争取所要的东西 第三 他会知道在两个选择之间 他会怎么样考虑到明天的问题 这都是性格 所以有的时候你发现 有的人性格好 人性格不好 都在这些方面的表现 当然最后还有一点 最后这点我想讲的也很重要 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家庭 爸爸妈妈很爱孩子 教育孩子很认真 但是忽略了一点 就是我们孩子尤其听话 尤其学习好很乖 更容易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这孩子体弱 体弱在哪儿 我们过去的孩子 一出门就可以玩去 他可以跑开的玩 可以吃汤 树上房顶都可以玩 现在楼房的住房方式 导致我们孩子 几乎只有一个很小的空间 在楼下玩怕人贩子 在街上都怕爹 所以我们现在孩子有个问题 缺少体力之苦 那么农家的孩子 也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孩子体力之苦 导致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他没有机会 太多的体力的东西 比如走 比如干重活 所以这个孩子久而久之 他学习又好的话 就会变成什么 体弱 有些家长曾经问过我 说我这孩子特别弱小 到六月老被人欺负 推他一下他都害怕 说李老师怎么办 我跟他的建议是 你不要告诉我如何 去说别人打架 有的家长告诉孩子说 谁想欺负你就掐他 结果那孩子不掐别人 先掐他爸爸了 这个教育是错的 如果孩子如果这种弱 四到六岁 做爸爸的辛苦一点 周六周日 一定要带着孩子去锻炼 体力啊 体育 刚才我讲了一个心理健康 生理健康 这个体育是非常重要的 我建议是两个 一个是跑 一个是游泳 跑 解决的是耐力 六岁 不是就是小孩 星期六早上爸爸起来 就带着孩子出去去跑一跑 他可能刚跑一会儿 跑不动了 你告诉他你要坚持 你说你别管你现在多难受 只要你坚持 你就没事了 那么这个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呢 是游泳 游泳锻炼的是恐惧勇敢 也就是说 常跑炼的是耐力 和呼吸肺活量 游泳锻炼的是 他的勇气和坚强 这两个东西为什么要有呢 因为体力好的孩子 就有爆发力 有爆发力的孩子 他遇到紧急情况 他逃生的机会更大 跑得快的孩子有事 没能活才有机率好 所以这两个呢 我建议就是性格这样几个问题 那么刚才我已经讲完了这个老年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给我们现在孩子在十五六岁呢 青春期 青春期呢我不讲太多 只讲两个建议 如果当一个孩子就能到十二岁之后 就十二到十八 刚才我讲的第二个关键期 这个阶段爸爸非常重要 爸爸重要在哪儿 在社会行为的指导上 当然妈妈也同样重要 那么我想这个里面有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 父母调整心态 跟孩子做朋友 这是第一个建议 什么叫做朋友 以前你说 你建议呢 赶快学习去 这都叫指责性的命令式 当他个头跟你一样高的时候 不要这样跟他说话 你可以跟他讲 你说你的事自己管好 需要我帮忙你说话 然后你怎么今天那么有空啊 难道你自己的事不多了 提醒足够了 这是第一个 要跟他做朋友 第二 最最重要的是 从青春期开始 孩子进入到中学 要开始帮助孩子 分析你的孩子适合干什么 我们很多家长不分析这个 往往就是按照学校 考试怎么样 学习怎么样 错 学校解决的是社会化的教育 它不解决孩子的个性 真正的个性是家庭应该知道 每个孩子一定有每个孩子的特长 如果你家长老说这句话 你考不上大学你怎么办 那也就是说 你告诉他 你的人生只有一条路上大学 如果这条路你不走就没过了 那你的孩子跟你玩命才怪 当然有很多孩子考不上大学 有的孩子上了大学就跟你大门 反正我就这样 所以做家长的不要说这句话 而在青春期开始 我们要帮助孩子分析 自己说 儿子 我觉得你适合当医生 我觉得你适合保管理 或者你当律师 或者你当什么 女儿也一样 当孩子说我不想当律师 那你喜欢当人呢 要开始分 要开始跟他讨论这个职业 哪些方面适合你 我认为我们如果跟他在初中阶段 研究出三到五个职业 供他选择 也就是说咱考不上大学可以上职高 上不上职高 咱可以直接工作 总而言之 找一适合你的工作 我认为 人只要能有一技之长养活自己足矣 不要去追求所谓名牌不名牌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身边的真实的事 一帮大学中学聚会都说到儿子 一说到儿子 有的父亲特骄傲 从小学名牌到中学名牌 也有的父亲立着脑袋不坑气 他的儿子学习很一般 但是人家不坑气的父亲 仍然很爱自己的儿子 后来中学毕业 孩子上来了之后 最后分到饭便当厨师 因为人老实 家政背景就好 后来大使馆选厨师 把这孩子选走 那个特骄傲的父亲 现在儿子上到了博士 还不知道干什么 而这个呢 每年从西班牙给他送红酒回来 现在同学就会这个父亲骄傲 常常往儿子带来到红酒 所以 只要你不给孩子绝路 他就有红 不是一条人 那么在青春期 所有的父母 你发现孩子在学生有困难 都不要逼他 要相信 每个人有自我发展的动力 如果他能学 他会学的 他能学不学不是学习问题 是你的性格没有培养好 如果你六岁之前把性格培养好 他能学的孩子一定会学 所以 这两个问题是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如果你在青春期尊重孩子的选择 帮助他去选择人生 及早做好人生的规划 这个孩子知道自己要今后要什么 干什么 他自己就会往这个方向努力 相反 他不知道他干什么 你只逼他考大学 你只要求他一百分 那他拿不到的时候 他就会跟你玩命 那么这些呢 都是我们教育中的心理学的知识 而且我的观点 天生我才必有用 有的家长说 我这孩子就快碰化 别的都不干了 而且看到最后 连日语都会了 他说你说他在哪行啊 我说你错 看动画日语都会了 也不错 我说他如果文学好 可以到日本去修一修儿童文学 回来就搞儿童动画片了 我说中国曾往过到电视 我们儿童的动画片多缺 你看看人家的动画片多丰富 我们的动画片太惨了 他爸爸说 哎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我说所以 不是人生没有路 是你没想到 还有的母亲说 我这儿子就喜欢捣鼓那些什么青蛙 我说那大陆学生物蛮好的嘛 他妈说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所以我说这些都是什么呢 我们要了解孩子的特点 有的孩子喜欢捣鼓电脑 好啊那你赶快修电脑 你喜欢捣鼓机械 你赶快上汽车 挺好吗 大不了你做厨师都行啊 对吧 厨师你把饭做好 那也绝对一味的有饭吃了 所以像这些都是在青春期作为父母 要帮助孩子去确定的问题 而不是一味的定他的学习成绩 这是我给大家建议的 所以刚才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给我们讲的心理办公的两个问题 一个呢是人的这个生理基础 还有一个呢是人心理发展 那么这个发展的问题 其实回答人生是最好的 那么最后还有半个小时 我给大家讲讲心理健康的问题 心理健康呢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 现在人都在追求的东西 当我们的生活条件变好了 我们一方再要把工作完成好 那么把工作做好的方式 我还希望自己的心身健康 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些标准 网上都有六条 但是呢我不详细先解释这个 我来谈谈我们心理健康的 其他的一些建议 心理健康我这句话讲 需要我们由心到身体的努力 我最赞产的两句话 很简单大家容易记住 叫净由心到事在人为 这里头一个决定你怎么样的 心理一个怎么样的行为 那么首先呢我要讲一下 什么叫不健康 不健康呢有三种 一种心理感冒 第二心理障碍 第三心理病态 什么叫感冒 我这个不解释前两个段大家都知道 五到七天的疾病 五到七天的疾病 五到七天如果我们不让它加重的话 它会自愈 只要多喝水 好好休息 那我告诉大家 心里也会有感冒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人人一生当中都会多多少少得过心理的病 心理的病是什么表现呢 痛苦 不想见人 不想做事 你内心感受痛苦 然后不想跟人接触 不想做事 这三个出现 也就是心理发病 但是心理发病的原因很多 有的是夫妻之间的感情 恋爱失恋 婚姻挫折 儿女教育不顺心 儿子不争气 有的是工作上的事情 包括我们地震 这个亲人去世 我们都会经历心理痛苦 所以谁也躲不了这一劫 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 我们面临亲人的走 去世 当你至亲的人 一旦有一天离开你的时候 你至少有一天是张不开嘴 一张嘴就想哭 然后你不敢见人 因为你不想跟人说话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会全在家中 不吭气 躺在床上 那么可能任何泪水流 你得痛苦一到两天 两天之后 你觉得好一点 能坐下来 想喝狗粥了 然后当你三天之后 你开始想动一动 出去走走 四天之后 你就可以见人 说话没问题 也就是说七天之后 你完全可以工作 这就叫心理感恩 所以我们要知道 人人都会有 包括我们短期的失眠 食欲不振 皮带 还有烦躁 紧张 脾气反常 被领导批证之后的委屈 跟谁吵架 跟谁吵架的愤怒 等等 马下就跟同学吵架 也是这样 七天没有走出来 如果七天都走不出来 你还痛苦 那你就算障碍 什么叫障碍呢 障碍就是超出七天的心理痛苦 有的人可以超出一年 十年 我记得一个典型的案例 是一个小孩 妈妈被人家打架 被人打得头破穴 她太小 她才九岁 不敢帮忙 因为她是婚儿寡母 没有办法 所以她妈哭着 后来她护着她 让她到屋里去 她躲在屋里 结果她觉得自己很怂 没有帮助妈妈 妈妈后来讲 你赶快长大 你现在不用帮助我 等你长大了 妈妈就不会被人欺负 她说什么 等我长大了 我一定替你报仇 十年之后 她把这邻居杀了 拿起来捞砍死了 那么什么现象呢 她的心理问题就是 九岁一直到十九岁 她这个问题没有消化 没有消化 我们叫什么 保留下来的东西 都叫障碍 障碍就是 她用后边的心理 去解决以前的失败 这就叫障碍 所以我刚才讲 偏执都是障碍 偏执 我为什么说 那个专家那句话 没有说错呢 她说那些反复上访 禅访人员 我敢保障的说是 偏执性 人格障碍 我刚才讲了 如果三个月之后 神经系统就可以 形成动力并行 一个人 她的心理问题 如果持续数月 就可以转成慢性 如果超过几年 就可以为人格问题 那么现在我来解释 什么叫偏执 偏就是离开正常的轨道 比如该在家睡觉不睡觉 该上班不上班 该上学不上学 像我出差 我的生活就不算常态 就是偏执 因为宾馆并不是我真正生活所在 所以这叫偏执 执什么概念呢 执就是抓住一个东西不放 古代执翻嘛 所以执就是抓住东西不放 如果我出差 我没有抓住东西不放 我到这完成任务我就走 所以我只有偏我 没有执 但如果我到这个地方来 是为了我以前的一个事情 如果这事不解决 我就没完没了 这就在抓住不放 所以秋菊打官司 那秋菊是点心的天职 而且我认为秋菊打官司 这个电影给中国人 带来一个极坏的社会影响 很多人认为秋菊是对的 错的 如果这个社会 都像秋菊那样过日的 大家正事都干不上去 我们基本上都可以抓住一件事 没来没来 所以我们在心理当中呢 要讲出健康的心理器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 不会放下心理的垃圾 不会扔掉心理的垃圾 心理障碍都属于 扔不掉垃圾的人 什么叫垃圾 我们每天生活 都需要从外面买菜进去 我们每天出门都需要 扔一包垃圾出去 垃圾有两种 一种是用剩的 没法再用的 比如包装盒 这要扔 还有一个概念 食物过期了 你再爱吃的虾 它要过期 你说我特喜欢 我这么喜欢你 你怎么能扔呢 不能坏了我也吃 什么叫坏呢 就是过期了 那么如果你吃完 你就到医院去 那你一定生病 所以我告诉大家 你心里的痛苦 超过七天 你不放下 你心里一定得病 很多心理上有问题的 包括偏执人格 都是扔不掉心理垃圾的人 刚才我说那八年的人 我后来就告诉他 我说 国共两党 现在你看什么样 我说是在握手吗 在合作吗 如果我们说 你国民党杀了多少人 国民党说 你共产党杀了多少国民党 那么我们现在什么局面 所以历史一旦过去 就要放下 我觉得我们现在中华民族 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就是我们很多东西放不下 这个放不下 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这就让我们出现 越来越严重的社会 心理疾病 包括我们很多的仇恨 我觉得我们很多的电影 都在宣传仇恨 其实仇恨不解决任何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 发达的国家 他的一些做法 赵成熙在大学里 杀了三十多个人 这个大学 点蜡烛有他的一颗 花树有他的遗数 他们给予的是宽容 因为我们知道 对于罪犯也是这样 你越对他很报复 他出来对这个社会报复就越好 相反 犯罪是不对 但是你犯罪是你的水平地 我作为一个公民 我作为一个国家 我善待你 所以国外有很多这种情况 把犯罪人在监狱里 好生养的 养到后来这人出来 也不想犯罪了 因为他觉得 好好生活挺好 他是这么改变犯的 所以我们如何去放下仇恨 和放下心理的垃圾 这是我们预防心理疾病的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第三个就是病态 病态一般 就得送到医院去药物治疗了 这儿我就不讲了 然后我们应该如何面对 自己心理中的一些问题 我讲这个里头呢 我们首先 来如何去分析 人的一些心理问题 最重要的是 我们如何思考 我在这儿讲 静由心造 什么叫静呢 我们知道静有两种 一个叫环境 一个叫心静 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决定环境 比如免签有座山 虽然毛主席说 移工移山 但事实上 我们不会没事的 这一辈子把这座山本挪掉 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 因为有山 我就得多走路 因为多走路 告诉自己 我会走得更健康 这就叫心静 所以心静呢 它首先第一点 思维方式决定人的心理感受 我们在生活当中啊 是这么一样的 就是你遇到同样的刺激 你会发现不同的人完全过分 你比如说这个地震 有的人在地震一年之后自伤 有的人一年之后又重新开始生活 包括文革 大家都知道 文革当中有很多的 应该说是有贡献的 知识分子 包括我们的军事家 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结果有人选择了自伤 而有人呢 选择了坚强 你会发现邓老平三起三落 最后他再出山的时候 对社会 对中国的贡献 那么如果你自杀 你很痛苦 相反 你以一种正常的心态 积极的心态 心想 你像我遇到一个老教授 搞音乐的 现在85岁 还在出差 我有一次在外地见到他 我就问他 你有什么养生知道 他第一 乐观 我这人很高兴 第二 我唱歌 他说你不知道啊 我们哥哥批斗我 把我跌成90度啊 你知道我那会怎么想啊 这90度是拉动脉最好的方式 拉动脉 我后来回去查中心动脉 我说这整个脊椎 我们瑜伽当中 有一个山势 拉的就是动脉 你看这老头 他真的是有一个好的形态 而且现在还这么健康 他讲课都站了 一站站三个小时 所以 什么叫静流心道 就是积极的思维方式 来面对所有的挫折 第二 换位思考 有的时候我们心里的痛苦 往往来自于人 人和人之间的痛苦 你的想法是这样 我的想法是这样 咱们俩互相对立 其实 在这种背景下 不方跳 跳出自我 站在对方的角度 考虑一些 有的时候你发现 不太机会 不谋起正 换个角色 你可能就会理解 他那个角度的问题 因此 这个好的思维 应该能够双向 这是第二点建议 就是站在对方 站在对方 这个也让我们讲 知笔知己 你要知己 还要知笔 那笔是怎么呢 就得站在他的角度 去想问题 第三 解决冲突 以长远目标为选择 当我们遇到冲突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麻烦的时候 不要光想眼前 眼前是非常小的 在人生当中 是非常小的 你要想的是长远 这个下棋 我们都知道 好的棋手 走一步 他想好了三步以上 不好的棋手 是走一步想一步 那哪个种人输棋 那就是想了很短的人输棋 所以人也是这样 我觉得我们有时候改革 他们为什么会出问题 就是我们有时候 我们中华民族的思维 缺少哲学思维 尤其是时间 这个思维 我们有很多地方盖了房子 十年之内 发现没盖车库 结果车没地方放了 这叫什么 这都叫缺少长远思维 我们应该想的长远一点 有的时候长远思维 你会发现人生会变小 比如我像现在这个坛上 有一次跟我爱人聊天 两年前 我们俩都五十多岁 我们是恢复高考第一届 后来他就讲 他说人生真的太短了 往前三十年咱俩刚毕业 往后三十年就八十二三了 还不知道在不在 他说这三十年虽然退休 有时候觉得好像还没干呢 再让我干三十年都可以 人生很快 所以别觉得烦恼我多大 烦恼不是就几天吗 你要放在就七天 你不放在就一辈子 所以要学会长远思维 这是第三个建议 第四个呢 学会宽容 宽容是什么 刚才我讲放下 甭管谁对不住你 甭管你吃了多大的亏 当然如果这个事儿涉及到的 不是你自己 比如这个事儿涉及的是大家的利 我认为这个事儿可以争 如果设计的只是自己 你不要那么多了 你看丘丽打官司 我认为设计的就是自己 它不是设计的社会公义事业 所以我讲我们要学会宽容 宽容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要学会 对别人的过错 予以原谅 现在我们发现了 最近有很多的名人 在向文革中自己伤害的人道歉 我们看这个道歉来得多晚 但是他仍然领悟了 有道歉者 所以你要相信别人在一定背景下 他会有自我领悟的这样的过程 那么最后一点 学会忍耐 忍耐是什么 我们要明白人生是怎么回事 有时候我们讲人活着有心跳 心跳什么特点 上下 一条线就死了对吧 上下意味着什么 这就是人生 人生就是有好有坏 有得有失 那么有得有失 而且我们看到人生也像唐僧 去西边取经 唐僧取经的路程三百节 一节不会少 他当时拿到经书少了一节 还被裹上 人也是如此 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当你遇到挫折倒霉的时候 你这么想 我现在就在这个坑里 我在这坑里有什么可怕的呢 虽然我目前挫折不顺 但是也就不过如此 相反 以好事连连的时候 你要小心一点 因为你在善缘 你会掉下来 所以有时候 我觉得人在太顺的时候 反而要谨慎 在你倒霉的时候 你反而要放松心态 因为你不过如此了 那么这是我讲的心 如何去造一个心境 还有一个如何行为 当我真的遇到痛苦的时候 做哪些行为来调整自我 第一就是通过交谈进行宣泄 交谈实际上是疏导心里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也祝福大家 不要随便交谈 不要找一些跟你水平差不多的人交谈 可能他没给你好的建议 反而不好的建议 要寻找忘年之交 要寻找那种高人 也就是说呢 寻找你尊敬的人 然后寻找忘年之交 忘年就是指差一个年轮的 也就是说他跟你不在一个岁数上 忘年他显然就比你岁数大 比你岁数大了十来年的人 他一定有很多的人生的经历 那么这个东西很保费的财富 有时候你跟一个兄长 跟一个老师 跟一个大哥谈一谈自己心里的头脑 可能他会一两句话就把你点拨清楚 所以要学会说出来 那么当然你说我没有地方说 也找不到我认为满意的人 你还可以写 写出来也是一种方法 所以现在写博客呀 这个写日记呀 还有些小说的 你会发现很多优秀的作家 他最优秀的作品 往往都在他人生的低谷时期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人生的劣势变成优势 那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期间 你可以有很多的人生感悟 把它表述出来 这是第一个建议 第二个建议呢 读本自己喜欢的书 看看自己喜欢的电视剧 把自己陶醉其中 可忘却烦恼 有的时候一个东西 它在你脑边摆脱不掉 摆脱不掉怎么办 我们心理学最好的建议 就叫替代行为 就是用另外一个快乐的行为替代 那么有的时候 我们像一些好的小说 电视剧 都会让你陷入其中的 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看这个 那个许三多 《士兵突击》吧 那个电视剧刚开始 我觉得都是军人的 我没当回事 但当我一旦看进去的时候 我知道它里头很多情节不符合逻辑 但是你真的看得很好 为什么 它那里给你的都是人性当中很善意的东西 它满足了你的渴望和需求 所以你在没有白天没黑夜 那边看了一周之内 你会觉得人生还是挺美好的 哪怕我也要这样去做 做一个其中的一辆一个人 所以我们陶醉是指什么呢 这个醉呢 往往是帮我们度过最痛苦的时期 相当于手术的麻醉 当然我们还有喝酒 酒也可以让人一醉 但是酒呢 经常也让人生事 人人为酒后无德 所以我是不主张用酒来代替心理痛苦的 最好的方法 是我们通过一些文学的 艺术的东西来替代 第三个呢 是运用言语 自我暗示 运用想象 自我放松 言语暗示呢 可以自己跟自己人一种心理的交代 这个我们一般叫反思 反观 我们有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 我们最好的心灵的这种 救毒是什么 是忏悔 忏悔上就是自己对自己 比如有的时候我也会 比如开车抢道 我记得有一次下雨 一个人先横道 很多人急着想过 但是当时确实一线绿灯了 我可以过 我在第一辆 于是我就往前抢了一下 有个女同事推了一辆自行车 她碰了一下我那车的耳灯 我当时心里就特别内疚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我在车里 他们在外面 结果我自己对自己讲到天朝数多 我说我不应该抢 我应该让他先过去 所以你像这个 就自己对自己说呢 实际上也是说出来了 你要不说了 你会觉得很痛苦啊 现在说出来的心里就舒服了 就要学会掩饮自我的暗示 还有运用想象自我放松 刚才我教给大家的笑那个方式 大家别不以为然 你们真的要好好地去体会 这是一个很好的养生之道 如果你突然心跳的难受 如果你肝蚁疼痛 你肾蚁疼痛 你肾蚁疼痛 你找一个地方安静下来 你可以把手握在这个地方 像我们叫左右的一个循环 这个循环干嘛 就是调息 而你调息最好的方法就是微笑 所以微笑 会让你很多紧张的部位放松下 如果你差气 如果你出现一种很紧张的情况下 不要慌 不要吼叫 告诉自己先笑一笑 想着那个部位笑 它可以缓解 所以这个要运用想象 自我放松 还有第四点 大声颂读或唱歌 抒发心中的欲反之气 我们知道人的情绪很多 在生理上是肝气 这个肝气越旺 然后人的脾气就越大 肝气是什么东西 肝气有时候跟肝有关 它也不完全有关 它是中医上的一个说法 那么肝气呢 最重要的 要疏解出去 疏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和唱 这个凡是爱唱的人都不爱生气 就怕宅 你不跟人说话 越不说话的人 他整个人的心理能量都往内走 最后这种人一做事就是一名惊人 所以我们要学会把它说出来 说到 那如果我说怕有危险的话 你可以唱 你没事你哼哼唱点小曲 唱点家乡的曲 这个我们发现喝酒也是这样 喝完马上就睡 你变成一定头疼还要呕吐 为什么 因为在里头腐辣 那酒气太重了 烧了 相反你喝完以后就唱歌 你唱豪华一晚上 你发现没事了 为什么 因为那酒气才是你吐沫心的痛 这个呢也是一种方法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文艺的方法 那么第五种 外出散步逛街买些东西 这个对女同志特有用 我告诉各位先生们 如果你们妻子不高兴了 你就陪她说走 大家上街走走去 到商场转一圈去 但是你一定要聪明点 建议她不要去那个手表柜台 要去超市 超市里没有太贵的东西 买点小吃 买点明天的生活用品 一边嗑着瓜子 一边吃什么东西 回来她气全消了 你就买一块手表柜 你是不是做贼心虚 你外边干什么坏事了 所以你很慌陪她去逛超市 所以这个花点钱 有时候气也就消掉了 这是家庭当中的 此外呢我们这个踏青到自然中去感受自然存在的力量 其实人所有的迷惑都在于生活工作和人的冲突当中 有时候这种冲突 比如两个人叫板 咱们俩这次能上一个 天天等了天天等结果 最后上了一个心里特别痛苦 自己没上 也有了自己上的对方痛苦 那么还有一些情况你被人委屈 我记得我在工作有在30岁出头的时候 有过一段经历 就是也不知道是人家算计你 还是你就该房的这个时间呢 反而很多事都错到一块 一解释解释不同 但是呢又让人造成误解 我当时就是硬着脱皮不解释 不解释但是心里很苦闷 我会觉得人家怎么看呢 然后正好那个时候我就要求下派 我92年到青岛下派 我在这工作一年 咱们同行对我特别好 我们一共五个老师 正好有一次出海的机会 他们就把我都带上 我五个上船之后 我这人可能胜了一船好 我的这个 因为我爷爷就俩一个出身 所以我觉得我虽然没上过海边 但是我一上船我居然会晕船 他们全晕倒了 我没事 我就在甲板上转悠 转悠的时候到最后就发现了 已经看不到陆地了 所看到的就是海洋 我就低着脑袋看海洋 有很多的生物 这时候我就在想 这个生物 这个水 它已经多少年了 看着这水在那淡的时候 我当时在想 它就这样 它有多少年 万年 上万年 一年 我也搞不清楚 我突然以后 它想到我 我说我才几年 也就是说 我们有时候面对一棵古树 面对一座山 你看看它 你再想想你自己 你会知道你特别短暂 所以不要为一些烦恼自己放不下 人这么短暂的生活 要让自己开心 要让自己快乐 因此到自然当中感受一下自然的力量 叫横近久远 那么我们也要让自己的心静下 不要欲望太强 有时候欲望太强了 你就会心太弱了 所以这些呢 都是我们自我调整的方法 最后一点 给自己放假 好好睡上一觉 有的这种 有些人给我打电话 包括我接触的记者很多 其中有一次央视的一个记者给我打电话 因为他也叫我搞心理学的 他说什么 李老师我今天不行了 我要见你 你能不能见一下我 我那天正好在忙 因为我有时一会儿工作走开了 我跟他讲 我说我现在真的不行 我说我知道你很急过 但是我说我给你一个建议 如果你要想见我 我也给你这个建议 什么呢 放下所有的事 回家睡觉去 然后呢 我说明天咱来 有个时间好不好 我说你听我呢 现在回家睡觉好不好 嗯 好 第二天我给他打电话 他说李老师没事 过去吧 所以我讲游的时候 你真的 你觉得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要崩溃了 你跟领导说 对不起 我能不能让我回去睡一会儿 你回去躺下哪怕你睡不着 你把衣服搓光 你就躺在那里 能睡就睡着 不能睡就躺 哎 你过完这一宿 第二天你会觉得好了 嗯 所以我们做领导呢 也要了解心理学 有时候你看他下属 特别不正常了 特别狂躁了 或者接连出错了 或者他已经脾气很大了 你不妨说 我给你两天假 你先修理修 修完再来建模 然后咱们再来谈 下一步的工作怎么办 所以我给领导也这个建议 就是当你的下属 出现异常的时候 一个是要他鼓励他去断裂 当然呢 我们怎么去观察人的异常 一个呢 就看他是不是尾鼻不正 尾鼻不正的人呢 十有八九 他跟失眠有关 一旦失眠时间长了 就会抑郁症 所以这是观察人的一个方法 第二 他是不是愿意 与人聊天 是不是与人愿意接触 如果他能和大家经常在一起 怎么一说话 他带大家一块过来 热热闹闹的 那么这个人也没有问题 第三 你看他的家庭 他是不是愿意说他的家庭 如果他的单位 经常会提到老公 会提到老婆 会提到老婆 会提到孩子的事情 那么这个人 那就是说生活 还是有资有资有资 如果这三个都不提 这就是我们要引起重视了 那要经常关系地论着他 甚至要侧面地了解他 如果有问题 就刚才我那几个建议 第一 运动 第二 关怀 第三 就是休息 所以我给大家这些建议 都是调整我们心理的一些建议 好吧 我的课就上到这儿 谢谢 谢谢大家